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 主教导门徒如何祷告 我们一般把它称为主导文 英文叫The Lord's Prayer 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先来解释这句话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因为说This is how you should pray 所以这个主教导门徒的这个祷告文的 重点不在它的内容 而是教导你们 祷告呢,要怎么样来祷告 也就是说 祷告的一些过程,一些方法 首先呢,我们要呼求 那呼求什么呢? 当时呢,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是说 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 因为当时呢,圣灵还没有降临呢 住在信徒的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得到圣灵内住的时候 那今次的教会的信徒呢,我们都已经得到圣灵内住了 所以我们的呼求 就未必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我们现在呢,教会里面 祷告的时候呢,都是低头而不是抬头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祷告的对象呢,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所以我们就低头来祷告 其实呢,我们看 首先祷告呢,有三个愿望 这三个愿望是什么呢?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就是先求神的果,神的义 接着呢,有三个祈求 这三个祈求呢,都是为自己向父神来祈求的 首先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的需要就是一天 求一天就可以了 所以日用的饮食呢,就是今日赐给我们 其次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所以我们首先要先免了人的债 我们才能够求神来免我们的债 第三个呢,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所以我们难免会遇到试探 试探是不可能逃避的 但是呢,一旦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呢 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来脱离这个试探 也就脱离这个凶恶 最后呢,我们要以宋战来结束 因为国度权柔,权是你的直到永远 那么以阿门呢,来作为结束 阿门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 所以,主教导门徒呢,要这样的祷告 他的用意呢,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祷告呢,是要先呼求 其次呢,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然后呢,再求你个人自己所需求的 最后呢,以宋战作为祷告的结束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信息呢 欢迎来造访基督徒林良补给站 我们的网址是